The Chinese Filipino Business Club Incorporated held its new Officers' Induction Ceremony。 飞华工商总会举行新界职员就职典礼。 2024年2月21日晚,飞华工商总会假作马尼拉大酒宴,盛大举行第14届职员就职典礼,多位菲律兵政商名流。 社会贤达、华社团体代表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,会场气氛热闹非凡,盛况空前。 名誉理事长谢国万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,他强调了该会一贯的使命,即促进国家经济复苏,服务社区,促进非中友好与文化交流。 他衷心感谢每一位同仁在过去两年里的鼎力支持,并鼓励新一届领导班子继续推动该会的各项倡议,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 名誉理事长许长安担任监视员,见证硬性移交并训会。 他强调了担任职务的严肃性和重要性,并呼吁新一届职员们保持开会一直以来的善心和卓越品质。 新界理事长黄书伟在就职演说中表达了对工商总会的热爱和承担,他回顾了自己作为成员的历程,并感谢前辈们树立了领导典范及其在实现该会目标方面的卓越表现。 他表示将以前辈为榜样,成为同样杰出的领袖,并鼓励大家共同携手,征服通向更光明未来的旅程。 参议员艾美马克思应邀担任大会主奖人。 我们一起来,在这种热爱的旅程中,有很多要记忆,有很多要祝福。 这是一个厉害的旅程中,见老朋友和新的。 他对非华工商总会多年来在国家建设、扶贫和教育方面的积极参与,表示高度赞扬。 他强调了私营部门在促进非中友好关系,推动经济增长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 并呼吁华社在这些方面与政府携手合作。 期间,致赠感谢盾牌与名誉主席谢国万、监视员许长安、主奖人参议员艾美马克思,以及多家银行赞助商。 执行副理事长曾国强致谢辞,副理事长杨良田领导,副理事长施音音介绍主兵席兵主, 副理事长陈华明介绍主讲人,耶稣之光家庭创始人,伯桑切司, 带领为新界职员祈祷,黄伯凯担任司仪,该会点亮未来教育方案,菲律宾受助生。 菲律宾中正学院,菲律宾民族舞蹈团,圣公会中学,中国民族舞蹈团等,为晚会带来了精彩的愚信节目表演。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